预产期是6月6号,孕期检查医生说胎盘低,没有达到4厘米的最低标准,医生建议做破复产,因为自己一直有顺产的信心,当时预测胎236斤左右,在做完B超发现胎盘涨上去,更加坚定过顺产的信心,早早把贷产包准备好,在家安心等待发作,谁知预产期到了,还没见动静,等了几天, 果断选择入院,医生检查宫颈管才消失20%,就先塞到软化宫颈管,第二天再挂催卡宿,谁知晚上准备睡觉,结果开始公所疼痛,一直就在病房来回走,根本没法睡,在公所减期才能休息一下,早上8点,医生过来给我内检,开了一职,医生说今天就能生了, 让我去带产师打只安定睡一觉,打完安定睡了20分钟,就被疼醒了,这时候,护士就只打我跟瑜伽球,过了一个小时,护士说已经开凉纸了,不需要挂催卡宿了,可以打无痛了,先想这一个小时的痛苦没有白数呢,进了采访,期待着麻醉师的到来,一脑墨外麻醉,上完之后的感觉真是爽发天, 三个小时,突然一股变异,助产师一看,宫头全开了,这个开支速度都惊待医生了,医生还一直嘱咐我,因为有期待照景,要根据抬心监测宝宝的情况,也有可能顺软头的,因为我一直想顺产,就全力配合医生的话,老公在旁边一直给我说话骨劲,助产师一直在帮我按摩, 可以软快音道,可能是打了无痛的原因,帮我人工破膜时候也没什么感觉,过了一会让我有变异,时候就可以用力了,就像拉屎那样无限用力,用了四,五次力,助产师说看到头了,我又用了两次力,宝宝就出来了,老公亲自点的期待,接着开盘也就出来了, 清理完宝宝,是个六点八斤的男宝,说好的时期痛呢,这也就二十分钟就把宝宝生出来了,医生看着我是惨意义的样子,笑道,现在的医疗技术好了,无痛分娩,让孕妇上受了多少痛苦啊,看着我身边的儿子,感觉这一刻幸福极了,也得多感谢医生,让我顺产下来了,好的一切顺利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